我们对他只是佩服 只是尊敬 晓得 将来我们一定要学的 到哪里学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 纵然我们的烦恼 习气 没断 更没断了 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神通道理 可以与拔地菩萨看齐 你就入世事无碍的境界 你要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行啊 在这个世间修行 那常讲呢 常说了 都要修满两个阿弥陀佛 才有资格 修学 密法 这两个阿弥陀佛本愿都是发生大四修的 你没有破无名 没有见发生 你那个修学的时间都不算 破一片无名 正一分发生 从这一天起开始算 第一个阿弥陀佛建续修满三十 射行社会相 三十个位置 第二个阿森齐节 修粗地到气地七个位置 你看两个阿森齐节修马 再往上去 这就是八地菩萨 这是密宗的正科班的学生 这个常识不能不懂 否则的话 我们业无所知就玄秘 好像连幼稚园都没有念 就像念波士班 那个波士班的老师也很慈悲 你到我这念 我的波士帽子就给你 就戴上了 你也觉得自己是个波士了 可是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承认你 就像现在那个托儿所一样 我们看到托儿所毕业了 要戴个防帽子 波士帽子戴上了 小波士 托儿所毕业的 社会上不承认你的学位 大概现在这个密发的沉船 学密的都是托儿所戴防帽子 都是这种情形 里根寺我们都清楚 都明白 都了解 那么第二段 戒录至这个大使 这几句话的开始 也是很有道理 他说我们世界人 都有个愿望 希望 儿女好 子孙好 孝子 先孙 儿女有佛有慧 都有这个愿望 有这个愿望 这是个好的愿望 如何能达到 必须从 大吉因德中 才能求到 吉因德 已经不容易了 大使说 大吉因德 这种善因 才有善的果报